北京时间8月4日,中超连赛第16轮,长春亚太一比一,占平上海生花的比赛中,爆发了不和谐的一幕。 灯巴巴与张绿之间发生了冲突,据房间传闻,张绿在比赛中,对着灯巴巴连续说了句,You black,这怒了灯巴巴。 这句话被灯巴巴听来,就是种族歧视言论,有死,导致了二者之间的冲突。 事件的起因是,比赛的第76比37时,灯巴巴与他天成真高空球时,发生了身体接触,后者众摔在了地上。 他天成摔到地上后,亚太球员张力跑到了跟前,为队友出头,此时,张力就与灯巴巴发生了冲突。 冲突过程中,张力第一次使用了You black,冲突发生后,很快被化解掉了。 但二人的恩怨并没有结束,直到比赛进行了两分钟,来到78比28时,镜头给到了灯巴巴和张力。 此时的张力已经被灯巴巴狠狠地拽住了衣领,同时,两人都不服软地对喷着。 这时,张力第一就喊着,You black,张力喊得越高,灯巴巴就越泛怒,为此,两人都吃到了一张黄牌。 同时,早已怒火冲天的灯巴巴在被队友来看后,对着镜头做出了这个歌喉首饰。 灯巴巴被种族歧视后,其难平时,手门员来到了跟前安慰,连对手也过来安慰灯巴巴。 助理教练也过来了,主教练无精冠甚至双手抱着灯巴巴的头,仿佛在安慰自己的儿子。 一般,安慰着灯巴巴,平复灯巴巴受到伤害的心灵。 至于灯巴巴,为何如此愤怒? 喧花主教练在后表示,灯巴巴来到这里两年时间里,他的兢兢业业,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 他无论是战术,还是人品各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。 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,我们了解到,是亚太球员有种族歧视的言论记录。 那么灯巴巴,我们已经调查取证,圣肖族邪,等待处理结果了。